看这个特点呢 这个是典型的穿掌手 穿掌手再加上三宫饱满 是福音不错的 但是穿掌人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韧性 这种韧性呢 是体现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成熟的时候 比较调皮 导弹 比较韧性 所以说呢 往往会影响到自己的学业 这一点呢 从他的生命线 也可以看出来 早年学业受限 并且呢 失业线也反映出这一点 早年事业线弯曲无形 但是呢 到了周年之后啊 心性成熟之后啊 生命线跟事业线 是逐渐的开朗 逐渐的好转 这也就是说啊 他的这个穿掌人的这个 到了心性成熟之后啊 成年之后啊 他的穿掌人的优势 就发挥出来了 胆子比较大 格局开阔 敢闯敢干 在事业上逐渐明朗 看见没有 事业线到后期逐渐的明朗 同时呢 在智慧线和感情线之间呢 出现了一个十字纹 这个十字纹呢 是越老 越老到 越成熟 年纪越大 这个他越成熟 越老到 做事呢 非常的 心平气和 甚至呢 能够和佛缘 佛结缘 和道结缘 进入化境 凡事能够平静 心平气静 胸有成竹 整体来讲呢 是一个大起晚成的首相特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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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